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周围雅 瓶巷 金黎教导 刘知西芙 那些人按神的吩咐 把他自己的成一抽籤 分给尼未知牌 当中是包裹 那些在服侍神的祭司 三个部族里面 是有戈核族 甲信族 米拉尼族 他们分得成一 当中有戈核族 亚伦的子孙 他们抽到第一千 从尤大、西免、便雅文 三个支牌里面 他们共抽到十三座城 而这个甲信族 分到十三座城一 这个米拉尼族 就有十二座城镇 原来总共有四十八座城 我们读经文之先 用我们一起的低头 祷告 七日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不单止被你有召命 不单止成为一个 圣洁的子民 君尊的祭司 但今天我们带着这个身份 去侍奉你的时候 主你都命定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祝福 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 求主帮助我们 每日都能够数说神恩 这样的心态来服侍你 在生活里面去见证你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祷告交托 那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若书雅记 第二十一章 利美人的成 利美人的种族长 更前来到伊利亚撒祭司和乱的儿子若书雅 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派父系的领袖那女 在加南地的侍罗对他们说 从前耶和华曾借着摩西 吩咐给我们城镇居住 以及城镇的郊外 供我们牧养伸畜 于是以色列人招耶和华的指示 从自己的地业中 把这些城镇和城镇的郊外 吸了利美人 戈族抽了签 利美人中阿伦基斯的子孙 从犹大之派 西缅之派 便雅敏之派的地业中 抽签得了十三座城 戈族遇的子孙 从以法连之派 但之派 马拿西半支派 中族的地业中 抽签得了十座城 戈族遇的子孙 从以撒加之派 雅切之派 拿弗他尼之派 住巴山的马拿西半支派 中族的地业中 抽签得了十三座城 米拉尼的子孙 安着宗族 从里面支派 加德支派 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 得了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朝耶和华 即摩西所吩咐的 把这些城镇和城镇的郊外 抽签给利美人 他们从犹大支派 和西面支派的地业中 吸了以下所记明字的角城 就是 吸利美人 戈核中族的 亚伦子孙 因为他们抽到第一签 把犹大山区的基列亚伯 就是希伯伦和四维的郊野 吸了他们 亚伯是亚纳族的祖先 但是 这城的田地和所属的村葬 却吸了耶夫尼的乙子 加勒为业 他们把希伯伦 就是 误杀人的图城和城的郊外 吸了亚伦祭司的子孙 又吸了纳拿和城的郊外 雅提尔和城的郊外 以实提莫和城的郊外 河伦和城的郊外 底壁和城的郊外 亚伦和城的郊外 加勒和城的郊外 亚伦和城的郊外 亚伦和城的郊外 以及亚纳门和城的郊外 共四组成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 共有十三组成 以及城的郊外 尼美人 歌颗的宗族 就是歌颗其余的子孙 抽签所得的城 自从以法连支派来的 亚伦摆以法连山区的事件 就是五杀人的图城和城的郊外 吸了歌颗其余的子孙 又吸了基式和城的郊外 基白仙和城的郊外 以及八和铃和城的郊外 公四组成 又从弹之派的地叶中 吸了伊利提基和城的郊外 基比顿和城的郊外 亚雅伦和城的郊外 以及加特临门和城的郊外 公四组成 又从马拉西半支派的地叶中 吸了他纳和城的郊外 以及加特临门和城的郊外 公两座城 歌颗其余的子孙 公有十座城 以及城的郊外 尼美人宗族中 加顺的子孙 从马拉西半支派的地叶中 所得的是巴山的歌兰 就是误撒人的图城 和城的郊外 以及比斯提拉和城的郊外 共两座城 从以撒家支派的地叶中 所得的是基线和城的郊外 大比拉和城的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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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拉西半支派的地叶中 所得的是加利尼的基地士 就是误撒人的图城 和城的郊外 哈末多尔和城的郊外 以及加以坦和城的郊外 其余的利尼人 就是米拉里的子孙 按着中族 从西部伦支派的地叶中 所得的是约念和城的郊外 加以坦和城的郊外 丁拿和城的郊外 以及拿哈拉和城的郊外 公司作成 从里面支派的地叶中 所得的是比斯 和城的郊外 雅杂和城的郊外 基底膜和城的郊外 以及米法鸭和城的郊外 公司作成 从加得支派的地叶中 所得的是激烈的拉末 就是误撒人的图城 和城的郊外 和马哈廉和城的郊外 希实本和城的郊外 以及雅借和城的郊外 公司作成 尼美宗族其余的人 就是米拉里的子孙 按着宗族抽签所得的 公十二座城 尼美人在以色列人的地叶中 所得的城 公司十八个 还有城的郊外 这些城的四围多有郊野 每个城都事如此 以色列人得地为业 这样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 要给他们的存地 刺及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为业 住在其中 耶和华 耶和华 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 所应许的一切 刺及他们全景安宁 他们所有的仇敌 没有一个能在他们面前 站立得住 耶和华把所有仇敌 都交在他们手中 耶和华 应许刺服及以色列家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全都仍然了 有一章经文重点 讲到公平不偏私 若书雅对整个分地的安排 特别对于自己的支牌 在分地上放到最厚 充分看到若书雅那种公平不偏私的 博人领袖的风法 当中全部都是按抽签而得的 他没有自己的优先的对待 特别对自己的歌合族 第二个重点 就看到分担服侍神的责任 在二一章第二节里讲 加南地的侍郎对他们说 从前耶和华 借着摩西吩咐我们的城镇居住 以及城镇中的郊外可以牧养生畜 尼美人就得到四十八座城 分散在各支牌 每个支牌都要供给 承担尼美族支牌里面一切的需要 提供城镇让他们居住 分散在十二个支牌里面 每个支牌都有份 他们共同分担 临行供应神伯人的责任 第三个重点就是 完成分地之后 就同得这个祝福 从这个四十三到四十五节里面 尼美之派 获得分城镇之后 这里寄述了全地次级以色列人 他们为了得利为业 住在其中 还有在二十一章四十四节 耶路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 所应许的一切的话 使他们四景平安 他们一切的仇敌中 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 暂立得住 耶路华将一切的仇敌 交在他们的手里面 这里第一次出现 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 暂立得住 以往只是出现 向若书雅指出 现在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 暂立得住 整个群体都有着神 给他们应许的祝福 好 这里的生活反思 让我们看到 神是封城的预备 利美人在汇幕里面去服侍 他们是被奸选出来 侍奉神的一族 神多次跟他们说 你们地上是没有产业 神自己就是祂的产业 这一章圣经让我们看到 神受赐他们的产业是什么意思 利美人虽然不像其他支派一样 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成义 可以居住 并且在郊野里面 可以目放畜生 他们仍然是有的 当他们看神就是他产业的时候 表面看来好像是没有 但其实是有 而且各样都有 利美人分散在各支派里面 他们得到四十八座食 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 当你以神为你的产业的时候 神的封性应许 供应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第二点的生活反思 就是我们要甘心乐意 不要计得失 利美人他们很甘心乐意 他们被分辨为圣 侍奉主 在世他们不贪图求什么 亦都不计较得失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说自己是信教 那信什么宗教呢 有些人说 他内心信的是计较和比较 所谓弟兄姊妹 按着圣经给我们的指引 我们不过是被简选的一族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神圣的角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使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被神夫召出来 简选出来 我们是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 所以祭司 就不要计较你付出多少 既然这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我们能够付出的 只是因为我们领受多少 所以当你去付出的时候 全心全意是奉主的时候 事实上主都会上尖下流去量给你 去祝福你 去赏词你 这里的生活反书 我想分享一个见证 我一个牧师Dr. Jackie Pullinger 那本小姐被誉为九龙城寨天使 超过四十年前 她读完大学 一个女孩子带着一百英镑 坐船来到香港 去到九龙城寨 去服侍那些吸毒的流浪汉 她自己即是在人群当中 即是有手有脚 代表耶稣基督 去接纳那些被遗弃的 在城寨里面 她彰显了耶稣基督的光 生命的盼望 今天她不单止在香港 在世界上 祝福千千万万的人的心灵 叫他们经历主的腐竹 所以因此她不计较她的施语 她不计较她的摆上 但其实当她摆上的时候 神祝福她所作的 令到千千万万的人都蒙福 是实上来都可以的 今集背诵的金句是 于是以色列人 照耶和华的指示 从自己的地业中 把这些城镇和城镇的郊外 吸了利味人 《约书雅记》二十一章三节 《约书雅记》二十一章三节 《约书雅记》二十一章三节